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他家人好到不能再好 生怕他们看不到我的一颗真心 而换来的却是欺骗和利用 在电话无数次的响起之后 我终于还是接了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有些决定 是时候下了 电话一接通 他的第一句话不是担心我没有及时赶到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而是质问我什么意思 是不想给钱吗 是想让他爸爸就这么躺在医院吗 我笑了下说 我刚去过医院了 你们说了什么 你们心里清楚 随后我就挂了电话 电话没有再响起 但我知道 他肯定在和他爸妈商量等下 怎么把这个谎给圆过去 我等着他回来 看他还能说什么 我俩是朋友聚会认识的 他长得不算很漂亮 却很显眼 我一眼就在一群人中注意到了他 朋友见我对他有意思 也是极力的撮合我们 后来我送他回的家 顺理成章的要到了联系方式 一开始他对我不冷不热 对我忽然的转变是一次我去他公司找他老板有事 然后就碰见了他 当天他就主动联系我 还约我第二天见面吃饭 后来我俩就恋爱了 现在想来 大概是因为那天他知道我开了家公司的缘故吧 不过我俩的恋爱 我妈不同意 因为我妈知道我恋爱后就托人去打听了 他家条件不好 我妈意思是 女孩子只要人好 条件不好也没事 但问题是 他家重男轻女 这左邻右舍都知道 把儿子宠的都到结婚年龄了 还闲在家里混 一分钱都没自己赚过 所有的开销都是问爸妈和姐姐要 而这个姐姐还觉得正常 之前谈崩了一个男朋友 就是因为他是事无底线的雇着娘家和弟弟 我说我爸妈担心多余了 当姐姐对弟弟好一点多正常 再说了 结婚后 大家都会顾着自己小家的 怎么可能会无底线的贴补弟弟呢 听来的话只能是听听而已 不能当真 不过不管我怎么说 我爸妈还是不同意 说自己这个岁数了 看人不会错的 我亲 mesela就不会听见了我 谁 思到了 你好 这次只是正常的温柔 nichts离轻人 没有什么 azi适 你 想想起来是什么的 这家东西教兼 niño 得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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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